天赋与努力 热爱与坚持 都是你的标签 你天生就属于舞台 未来 你继续追逐你的热度 我们一步步跟随守护你的热爱 春来夏往 秋收冬藏 我们一直在 一直支持你 我们的酷干 24岁生日快乐 摩托姐姐8月5日 对于平常人来讲 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但是对于平常人来讲 对于小摩托们来说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因为在1997年的这一天 王一博来到了这个世界 没错 8月5日是酷干王一博的生日 首先祝王一博先生 24岁生日快乐 永远平安喜乐 通常偶像过生日 粉丝们都会以各种形式姻缘 希望自己的偶像 能度过一个美好 而又难忘的生日 而在王一博生日前夕 EboV手发货了倡议书 拒绝托张浪费的姻缘 拒绝非理性打仿 引导粉丝理性追星 做对社会有正面意义的事情 酷干向来是军训式训粉 敢于表达内心的想法 约束粉丝的行为 各地后援会积极响应倡议 将祝福转化成公益活动 只有正能量的偶像 才会带出积极向上的粉丝 粉随正主 一点没错 一博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 竭尽所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为粉丝又怎么会不懂一博的性格呢 其实早在工作室 还没有发布倡议书的时候 小摩托们就已经以公益的方式 为裤盖准备生日礼物 在一博的带领下 小摩托们努力地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发挥每一份热 贡献每一寸光 无论是之前的520 今天的8月5日 还是即将到来的七夕 小摩托们都在用最美的礼物公益 为裤盖送来最真的祝福 但是生日礼物要有所不同 在临近一博生日之际 重建并更名为 一博希望小学的希望学校顺利建成 这一次 粉丝们送给一博一份沉甸甸的生日礼物 相信对于一博来讲 这份礼物弥足珍贵 因为这不仅是一份有力量的礼物 更是一份充满了正能量的礼物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智则国智 这份礼物意义重大 这不仅仅是一份所谓的生日礼物 更是一束照亮未来的希望之光 不仅粉丝在用特殊的礼物 为自己的偶像庆生 各大品牌商对代言人也是宠爱有加 最具商业价值难一人的王一博 及各方代言于一身 深得品牌方商喜爱 至此生辰之际 各大品牌纷纷放出惊喜 Redmi话不多说 直接卡点送红包 并且连送三天 真是诚意满满 暴迪汽车 推出王一博专属签名款定制款汽车 专属于酷盖的汽车 虽然单价略高 只能看看 但是炫酷的操作 护盖的谐音梗 这份生日礼物 还是蛮有新意的 中国滑板国家队更是生日未到 祝福先到 虽然此时的中国滑板国家队 正在日本奥运会进行激烈的比赛 但是备战之余也不忘了祝福 中国滑板运动推广大使王一博生日快乐 卡点8点05分发送祝福 以热爱光芒 照耀远方 以榜样力量 发挥引领作用 作为中国滑板运动推广大使 王一博先生全力宣传推广滑板运动 助力中国滑板运动蓬勃发展 祝王一博0805生日快乐 有活力 勇拼搏 不服输 常怀赤子之心的一博 将与中国滑板队一起为梦想努力奋斗 24年前 一个叫做王一博的孩子出生了 后来的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长大后的他 是个帅气的酷干 是未顶留明星 更是一位正能量艺人 但是 大家有没有想过 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做很多事情也需要练习很久 观众看到的美一幕 只是一个叫做王一博的普通人 每天在辛辛苦苦工作的结果 24岁了 当然值得庆祝 并不是要庆祝他取得了什么成就 而是庆祝一博小小年纪 就懂得坚持自己的梦想 永不放弃的信念 天赋离不开努力 热爱也离不开坚持 属于一博的标签有很多 仿佛他天生就属于舞台 未来 一博只要勇敢地追逐自己的热度 小摩托们会一步步跟随守护一博的热爱 此刻 少说一句 怕成遗憾 多说一句 又怕是惊扰 千言万语 化作四个字生日快乐刚刚好